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有超美超多美无所谓 这个是一个架构的一个观念 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跟大家来说明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学公务员法 那公务员法就我的看法 我觉得你们算是一个部分的 也就是部分的公务员法而已 包括这个橘色制的才是你们要考的 你们要考的只是这个部分 但是整个公务员制度 其实有这么多的一个意涵 所以我们的现行考权制度 在人事的时候就要考这么多 就考这么多 所以那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 吃饭的一个本领 所以那个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人事人员 在这个区块里面最着重的 但公务员法你们算是部分 部分的公务员法 那也不是概要 因为你们四等的是考概要或补考 但基本上还是考这些范围 所以你们是你们没有命题大纲 你们只界定在这几个范畴里面 但为什么你看你的命题大纲里面 你的命题范围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结社 基本上没有升迁 对不对 没有 但因为升迁它是任用法脱离出来的 所以你念任用一定也要念升迁 因为升迁它里面有时候考实地题的时候 里面会涵盖子 而且在历届的公务员法里面也考过 升迁的一个意涵 这个部分升迁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然后你光是一个服务 光是一个服务它就可以打死非常多的考题 为什么 因为服务是包括什么 我们的服务基本上 如果服务其实应该可以包括伦理 也可以包括伦理的部分 但是我们特别因为公务员法的关系 不然我考权是两者一起讲 也就是说伦理可以包含服务 服务也可以包含伦理 这个概念上是相通 甚至看哪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特别把伦理拿出来 是因为伦理专门是指这四个 是公务员法里面最重要的这四个法律 这个都一定要懂 但服务的话我就另外再讲这个部分 因为服务的话包括权力 义务 还有责任 还有拆假 拆假的部分 你们不太可能会直接考拆假的相关的内容 因为它是公务人员请假规则 但你们考实力的部分还蛮多的 实力的部分蛮多 那责任今年都有考 今年考权也有考 那部分的话责任事实上是 惩戒惩处的一些责任这些区块都很重要 然后义务的部分的话就包含非常多 这全部都是义务 公务人很多的一些义务 所以为什么权力 权力基本上结设是一种权力 所以考过两年 在立届的事体里面协会法考过两年 所以这个部分原则上应该不应该考你们的 但它还是考了 所以我还是把它列为一个章节 来跟大家讲述 所以这是从系统的概念 你们在念行政学都会很清楚知道 如果我们公务员是一个系统 这是一个公务员体系 那你说它是一个降纲也好 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也好 那原则上这个系统在社会各界的一个看法 都有不同的一个解读 但我们当然希望这个系统可以越来越好 所以也就是希望有心血进来 那各位在座各位 你们就是在这个区块 你们就是要透过考试这个区块 来进入这个系统 那为什么这个叫界线防御 因为这整个系统里面都有界线防御 因为透过界线防御 才可以筛选好的人才进来 才可以筛选好的人才进来 所以你怎么样去吸引人才进来 其实这整个制度的建构 就是公务人员制度 公务人员的一个 或者公务员制度里面的一个建构 或者文官制度 那文官制度基本上讲的是事务官的部分 政务官我们比较不去探索 政务官我们只会在第二章 公务员的部分的话来跟大家做区别 那你们也很喜欢考 你们也曾经考过政务官跟政务人员的区别 其实这两个没什么多大区别 一个是学理的 政务官是学理的一个名称 政务人员基本上是现在法律的用语 现在所有的法律全部都改成政务人员 你看我们政务人员退职服务条例 现在唯一的对 唯一一个法律对于政务人员的定义 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座各位 我们现在是用输入这个端 因为我们要到任用这个环节里面来 但是我们任用的资格 基本上要取得公务人员任用 是一个最狭义的一个公务人员任用的时候 他这个界限是防御的非常的严格 所以你必须要透过考试及格来分发才可以 那至于其他的什么权序合格 或者所谓的考机身等 因为在座各位不是限制人员都没有办法 所以三个管道里面你只有从考试这个阶段去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攻击的概念 攻击制的概念 在我们在念行政学的时候 都会有谈到攻击制 从美国的一个制度里面而来 美国最主要是用分账的制度而到攻击制 所以攻击的一个精神就创造了这个考试 那这个考试当然世界各国的做法都不太一样 有些用的考试的方法越来越活泼 越来越活 甚至不一定要中央集权 但我们现在考试的模式还是在中央集权 而是强调公平性 所以它的性度有的 但是我们的考试制度的效度却不见得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广泛的比试 那比试并不能测量出你自己本身 我们等一下要探导到核心职能是什么 那这个部分的话 譬如说正风 正风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核心职能 法治观念强 然后是为民服务吗 还是公共服务动机呢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必须要去探讨 所以这个是考试类科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部分到界限防疫里面就进来 好 那这进来这个大体系里面的话 我们有三个三类人员 那这三类人员为什么通通把他画在这里面 这三类人员都因为这样的一个制度跟理论面 而去做影响到这些人的一个变化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的话 其实它是很复杂的 然后甚至利益是纠葛的 甚至是有很多制度面的设计是有缺失的 但我们怎么去改 像这个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在课堂上会跟大家讲的 就比如说任用 任用他的法治层面是什么 他的学理是什么 那目前在任用的制度里面 他呈现出什么样的缺点 是不是让公务人也没有办法向上流动 或者在升迁的部分没有一个快速管道 造成就像都举大家最切身的 你们阵风体系大概是我们四条边里面 我们常常讲有四条边 人事主计阵风警察 这是在公务体系里面 就是从一条边的一个系统里面最贯彻的 那如果讲人事主计 它是有法条的一个贯彻它的一条边 比如说人事有人事人员管理条例 然后主计有主计人员管理条例 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法规 阵风也是 但阵风的最高单位 基本上是到年证署 所以它的位阶会比什么 会比总处 还有或者所谓的主计处 行政院主计处的位阶还低 对不对 因为你们的最高的那个单位 就是年证署 虽然你也可以说是法务部 但是法务部它管理条的一个部分相当多 所以这个就是年证的一个系统里面的话 它的一个升迁的管道是非常狭隘的 非常狭隘 再加上它的人不多 所以你在各县市政府里面的 不太像人事跟主计 几乎每一个机关都一定会设 我们只要原额数够 那就一定设 但是阵风的一个原额数在这区块里面 它是采取比较严苛的一个做法 所以它的编制原额就少 那在这个区块里面你的升迁的机会 当然就会比较 比较限缩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 这个降纲里面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升迁 然后我们的奉紧制度 我们的虽然你们不会考这个部分 但这个却是一个吸引人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不对 钱最重要了 对不对 你能不能养家糊口 能不能让我可以跟一般的企业来相比 或者我工作了十年以后 我的同学如果在外面企业界里面工作 我发觉我薪水好像跟他没有办法望其向背 没有办法跟他比拟了 这个时候你心态会怎么想 这个都是我们讲奉紧的一个设计 然后人才的好坏必须要经过筛选 必须要经过一些太弱 所以我们的考纪制度有没有 让我们在公务界里面觉得我做得好 别人就可以赏识我 然后我可以真正得到我们的赏识 考纪的设计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从学理上来讲是绩效管理 那绩效管理跟我们的考纪制度 是不是画上等号呢 这其实是一个问号 也不能说问号 是根本不搭嘎 所以我们的考纪制度没有办法 跟绩效管理来做一个结合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 这是最大的缺点 好那这边原则上是一个奖诚 但是因为你们考是只有考诚戒 你们不会考奖励的部分 那我们奖励的部分 我们并没有专法 我们奖励的部分如果专法的话 那就是考纪吧 那大概就是考纪的既功 加奖既大功 至于其他的大家都行政迷你 但我们诚戒的部分 却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 你们几乎是每年几乎一定考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任用 惩戒 这两个区块几乎是你们最大的一个部分 而且跟你们的业务也非常相关 尤其是惩戒 在机关里面的惩戒事实上 一个公务人也一辈子 如果要被一户惩戒的话 那对他来讲 他这个污点是永远差不掉的 不像所谓的考纪里面的层储 他是可以功过乡地 那惩戒的一个区块 对他而言的话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污点 所以这个都是要非常慎重 而且承接他会涉及到停职 涉及到停职 那停职对公务人员有什么影响 或者怎么救济 这个都很喜欢考 对公务人员来讲的话 停职 我们在这个区块里面 我们从世界各国的趋势来看的话 我们有很大的缺点 我们的停职没有时效 我们的停职没有期限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陷 就是说不管他怎么最大二级 你总是要有期限 但是我们没有期限 停多久 没有人可以去知道你的一个期限 那如果停职还是有薪水 那也就算了 对不对 让你停 反正没工作还有薪水 那问题停职只有半薪 所谓的半薪是一半的本缝而已 一半的本缝 理论上来讲 现在大概是剩下四分之一吧 每个月 因为你还有专业加级 还有主管加级都不见了 都不见了 那将来如果证明你是清白的 譬如说你停一年 停两年 证明你是清白的 判无罪 还是还你另外半薪而已 所以你的专业加级 主管加级都不见了 都会不见 那这个有点 我觉得有点违反比例原则 而且有点基本上跟一般 你看你做冤狱都可以赔赏了 那我这个凭白无故被停职被诬告 尤其在警察单位非常多 警察单位他的一些 一些诬告的情况还蛮多 那就莫名其妙被停职 像这个都是会影响到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探索的 然后我们讲到服务这个区块 也是公务界里面的话 一个服务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它是涉及到的是服务法 所以惩戒跟服务这两个 你一定要特别记住 它是叫做公务员惩戒法 公务员服务法 唯二的法律 唯二的法律是公务员的 其余全部都是公务人员 一个人跟没有人 我差很多 我差很多 那绝对不能写错 唯二的法律是公务员惩戒法 跟公务员服务法 那这两个法只有服务法 在二十四条 它有规范它的适用对象 它有规范它的范围 但惩戒法没有 所以食物界来看的话 食物上惩戒都是适用 服务法的一个范畴 所以也就是说公务员服务法 它的适用的范畴 跟公务员惩戒法 事实上是相通的 那这个概念上 它告诉我们就是说 其实它是 因为公务员服务法的一个 一个定义是很广泛 包括文武职 文武职全部都公务员服务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之前不是有 直升机不是带人家来参观的一个 那个什么中校 它也是服务法 对不对 它均的 它被一副惩戒 所以这个概念上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 你现在一直开始在学公务员法了 然后你如果看到社会上很多的一些 报章杂志里面爆出来的一些 一些公务界的一些 不管是弊案也好 或什么样 你都要警觉性 那个部分的话 就会刚好就是一个考题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触题方向 那你就要自己设计一个题目 然后自己再打打看 是不是能够贴切 那这个都是我们讲 所有的一些 一些权力上的一些义务 所以很重要的是 服务里面还有含一个权力 但是我们公务员服务法 全部这么多条里面的话 讲到权力几乎没有 所以很可惜的 我们没有一个专门的大法 讲我们的权力 我们的权力都善建在各种法 比如说我们的奉起 是我们的权力 奉起当然是权力 我们国家要给我们的钱 表示我对国家有债权 国家对我有债务 所以国家要 我的付出他要对待给付给我 所以这是我的权力 我的申签 我的任用 都是我们限定的权力 去年就考了任用 是不是我们基本权 任用是我们基本权 任用是我们基本权 这个大法官也有解释 这个部分 然后考期是不是我们权力 是我们的权力 也是我们的义务 里面有一些 陈储的一些义务 惩戒当然是我们的义务 服务也是有权力义务 所以服务里面的话 为什么结社他会考 因为结社也是我们的权力 公务员在公务委法第四条 原则上他秉除在外 只有教师跟所有的劳工界 他们可以组工会 但公务人员是秉除在外 但是他写的很好听 他就是把说公务人员部分的话 立以法律定之 因为我们法律定了 就定一个公务人员协会法 那个协会虽然名称叫做协会 但它根本不是公会 它不是公会 因为它是公会法 秉除在外 所以我们并不能罢工 我们没有任何的 我们虽然有结社权 但是我们协商权是被限缩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以后谈到这个区块再来讲 好 有了这么多的一些义务 大部分 那公务人员保障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块 这个保障是非常重要 因为有了保障 我在做 保障其实它是从中立这边而来的 原则上可以这样讲 比如说早期我们对公务人员 总认为它是党的机器 所以在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 公务人员也受到很大的一些 应该怎么讲 就是很大的一些误解 总认为这个时候 好像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 一群公务人员 但是几次的政党轮替以后 他们会发现 其实公务人员是一个稳定的一环 不管你政党怎么轮替 不管以前的花妈现在的韩总 都一样 我们公务人员做 我们自己该做的一些事情 这个区块不会因为你市长之间的一个转变 而去影响到我们公务上的一些行为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有提到 所以它的背后的因素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完善的保障制度 这个完善还是有缺点 因为我们的保障制度还是做一半 我们的保障原则上还是比不上一般的人民 一般的人民有普遍的诉讼权 就所有的诉讼权他都可以做 但我们公务人员是被限制的 只要我们公权力在这个区块里面 或者是公法上的一些对我的一些侵害 这个部分我必须去选择性适用 什么叫选择性适用 有些可以提诉讼 有些不行 有些不行 那这个逐分的话就跟一般人民就不一样 但是我们已经脱离特别权力关系了 我们已经脱离这样的一个范畴很久了 所以保障制度真的要去改 有好多的一个部分我们都不能去提诉讼 举例来讲记大过 记大过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不能提复审 所谓的复审它只是一个手段 我常常这样形容 复审为什么是一个手段 因为复审的整理机关是保障会 保障会还是行政机关 所以原则上我们对复审不抱任何希望 因为它还是行政机关的行为 所以我们是希望透过复审 视同数月 我们可以走向什么 行政诉讼 所以其实复审是一个手段 我们希望能够走向行政诉讼 结果记大过不行 它只能申诉再申诉 它申诉再申诉就结束了 所以我记大过 怎么讲 记大过会影响到我的年终奖金 记大过会让我考基地面平等 流言奉紧 那是不是我的财产权会被侵夺 那财产权被侵夺是不是重要性理论 对啊 那为什么我不能有行政诉讼权 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探讨的一个地方 所以保障我们也可以讲的非常多 好 伦理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把服务里面拆出来讲 那这个对大家而言 是你们跟考人士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界限 考人士几乎在这个区块里面 虽然是他的考试范畴 但是他会画出来给你们考 原则上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你们很喜欢考的一个范畴 然后很喜欢考利冲 跟任用之间的一个关联性 利冲跟任用之间的一个差异点在哪里 三清等 二清等就差很多 就差很多 有些三清等当然包括什么 包括二清等 这个区块里面二清等 基本上也会影响到三清等的一个影响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我们会在讲到这个区块的时候 会来跟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实例 然后这个题目里面的出法都很死 都非常死 就直接是法条的背诵 那你真的没办法 你真的要等它背起来 譬如说现在以前他们两个的 试用对象是合在一起的 现在都分别独立的 那利冲刚好今年修正通过 细则也过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你们的要念的就可多了 那个部分改变蛮大的 那财报原则上的话 他就是一个公务人员 在这区块里面 你很喜欢考的一个部分 因为他出的题目都很死 但是他偶尔会有出的一些实例题也会有 那交代也曾经考过 这个更实的 公务人员交代条例大概是这边所有条例里面最老的 而且都没修 因为服务法也很老 但是他已经有修过了 公务人员交代条例 民国38年到现在 还没修过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原则上 但是他到现在还在用 他这是一个交代 而且交代其实是 如果交代不轻的话 原则上他还是可以给他停止的 所以他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这法律规定是可以给他停止的 那个部分的话算是一个法定的 或者是说算是一个 我们讲说执选停止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年正轮理规范算是一个行政命令 但你们一定会考 这个算是一个 在政风体系里面 这个算是一个最基本的 因为很多公务人员一定会问你 比如说某天我去参加一个宴会 然后人家送我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我可不可以拿 或者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曾经有碰过一个案例是 某一个非常高的官 然后他因为 举例来讲像中刚好了 中刚到底有没有受到这个限制 国营企业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去参加 因为中刚有帮人家坐船 因为他钢铁在世界各国都很有名 结果假设举例来讲像日本 那你知道船如果要下水的时候 要什么 要下水仪式 你有没有看过下水仪式 一定要把一个玻璃瓶要 打到那个床那边让它碎掉 那个船 国义不太标准 船那边把它碎掉 但是整个仪式上面的话 他一定会很慎重 然后邀请夫妻双方都去进行这个仪式 那进行这个仪式的时候 那个高官回来以后就跟正风单位讲 就是说 因为在这个仪式的过程当中 对方有送很慎重的礼物 那这些礼物到底可不可以收 譬如说它的价值一定是超过年正如你规范的一个范畴 算不算公务礼仪 那这个区块的话就有很多可以去探讨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些都是你们在考正风很喜欢用实力体去展现 是因为你们常常会碰到模仪两可的问题 那怎么样去设计 我这样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今年的考题的一个趋势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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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说你去 韩粉那边去按赞或是去按什么 去跟他相骂 那怎么样 有没有违反什么中立的一个原则 上班时间 公务电脑 对这都要去探讨是不是上班时间 是不是用公务电脑公务手机 这个区块都会有影响到 或者是你加入他的粉丝团 可不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讲中立的一个范畴 里面包括现在科匹不是要成立民众党 那民众党他们前几天不是有在讲说 好像用一些 nine的一个讯息去鼓励人家来加入 那这个nine的讯息 如果那个群组是属于公务群组 那马上违背 对不对 如果你私人之间的一些请托 那个当然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而且要很重要的 大家会想说 柯P的那个 不是 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 就是她的顾问 就是跟她一起一起 以前跟她 跟她到 就是那个护理长跟她到现在的 大家会想说 那这个区块它算是什么 它算是公务人员吗 她其实是基要人员 她是基要禁用的 顾问可以用基要禁用 这个我们念到任用法的时候会跟大家讲 但参事就不行 顾问可以用基要任用 算是基要任用 那基要就可以 不适用这个中立法吗 基要人员有没有适用中立法 这个要去探讨 对不对 有没有适用中立法 基要人员完全适用中立法 这边还没有讲到基要的概念 但是先给大家建立 建构一个观念 基要人员所有的权利义务 几乎都跟正式的公务人员任用法 进来的公务人员一模一样 包括她有烤鸡 包括她有退府 她有保险 通通都有 这观念一定要有 她既然享有这么多的权利 所以她的义务 几乎跟公务人员一模一样 所以她一定要遵守中立法 这个概念先建构起来 他们两个事务官跟所谓的基要人员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 基要人员没有身份保障 随手掌进退 这个首长是指任用她的那个首长 不是市长 因为所有的任用她基本上都是机关的首长 就是所谓的局处的首长 在县市政府里面都是 所以局处的首长只要一辞职 他马上跟着走 辞职当天他的任命令就失效 下一个局长来要任用他 他再生效 所以基要人员是随着什么 首长的进退 这个是唯一跟我们的公务人员不一样 既然他随手掌进退 所以他保障的部分 原则上他没有身份保障权 我们有身份保障权 我们的身份必须要法律才可以剥夺我们 考取法给我记两大过 给我考列丁等 惩戒法给我那个厕职修职 或者是民族职务 都要法律 但基要人员只要你老板说叫你明天不要来上班 就不用来上班 对不对 所以他唯一跟公务人员不一样的地方 就我们刚刚所讲 没有身份保障权 所以首长进退 其余的一模一样 所以你应该可以这么说 基要人员就是公务人员任用法进来的人 因为它是任用法里面的规范 怎么样 一样 都一样公保 当然都有 当然都有 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过了 他权力义务几乎都跟公务人员一模一样 这个我们可以去思索 这样的设计合不合理 因为第一个 公务人员这个界限防御怎么进来 一定要考试 考普考考初考12345等 高普初考全部都要考试 你就算是蔡英文的谁谁谁也要考试 一样 没有任何人可以有例外 因为他这个关卡界限防御太密切太太密切太太严格了 但基要人员就按照各机关基要人员金融办法 学经历进来 然后进来以后享受所有的权力义务 跟公务人员一模一样 你可以想像基要人员怎么可以退休 退休不是 如果你们没有念到 退休至少要任职满25年 然后年满60岁 任职满5年年满60岁 基本上要符合这两个条件 那任职满25年有可能吗 告诉你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他到处掉洞 全部都是基要人员 他年职全部采集 这样听得懂吗 他如果走选举的人就是这样子 他这边这些县市政务如果换首长了 换市长了 他带别的县市政务 如果有人要用他继续用 尤其是基要人员用 然后连这还是财 他连提序都可以一直提序上去 那你说这样的设计合不合理 其实理论上来讲我觉得不合理 他应该视同聘用人员 比较合理 因为约聘雇的完全没有这种福利 约聘雇的现在薪水是完全不动的 因为没有人会帮他调 法律上是有规定的一个range 一个范畴 譬如说约聘的比较高 约雇的比较低 但县市政务不可能 就是你约雇人员 你当个20年30年一样 薪水就这么低 就这么低 但基要人员不一样 基要人员就一直生 而且现在的基要人员原则上 原则上 这个当然要看县市首长 原则上他非秘书他不要 不会有基要的科员很少 就是一下子他就先占秘书了 那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当 久等的市长 市长秘书 我已经做了我民国 94年 所以我做了14年的公务人员才升秘书 14年 但基要人员一进来就是秘书 那基要人员不能当主管 因为他不能当单位主管 所以他秘书上去科长他不可以做 基要人员他只能做若干的职位 所谓基要的职务 其实当时候的设计是给首长 比如说他平常业务的 行程的登录 或者他自己私人的业务 这个部分的一些处理 这是基要业务 可是现在基要值已经变成扩大到 我觉得已经走偏了 包括你看机关里面的 局处里面的主任秘书可以基要任用 这个是夸张到极点 主任秘书可以基要任用 那你知道主任秘书是什么 什么对象 主任秘书是我们事务官里面 在局处里面最高的一个幕僚长 简任实质的 对不对 那我当到实任 实任的时候是20年 民国100年 我80年高考 所以100年 100年当到检任 还要做20年 那他们大概秘书做个几年以后 如果首长赏识 编程上他职专门委员 他不能有时候 当然主任秘书也有可能 但是毕竟少数 所以高雄市大概有 两三个局处的主任秘书是基要的 那当然基要他可能 你试着想想看 基要在这个区块里面 因为他没有公文的理念 没有一些行政理念的一些背景 他可能合稿都有问题 他怎么当主任秘书 合稿搞不好都有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制度上设计上 真的要去思索这样的一个议题 但这不管 基本上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你们基要的人也蛮喜欢考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跟我们公文人员 真的蛮很多类似的地方 譬如说有考过 基要的区长 他在有考试立题 然后他在放假的时候 去帮市长跑选举行程 可不可以 基要的区长 基本上基要区长这四个日 就是现在找不到 这样听得懂吗 为什么现在找不到 因为桃园已经第二任了 桃园第一任的时候 还有可能基要区长 高雄跟六都第一任的时候 都有基要区长 第二任就不会有基要区长 因为第一任空窗期 所以让第一任原则上 他是乡镇长的那些 他改成区长的时候 让他可以留一任 所以第二任就不会有基要区长 所以这种题目基本上 再出的话 那表示那个人 那个人都不懂现状 因为现在找不到基要区长 除非在有某一个县市 又升职家市 那当然有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他基要区市 他所有的任务 所有的义务 都跟公务人员一模一样 他也享有所有公务人员的权利 他只有没有身份保障而已 只有随首长进退 这两点而已 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还有包括他没有结社 他不能加入公务人员工会 在这个区块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们 还有包括 当然之前他也不一 这个可能你们也不会考 因为之前的部分的话 基要人员在之前的 权益上是有一点点 跟公务人员不一样 那是在退伏法的规定 好 大致上跟大家聊 聊了一些这些部分 这个都是你们想要考的 所谓的 我们讲制度 食物的一些层面 那你们会考只有这些 这个橘色的日 任用申迁考期 惩戒服务 服务里面全力义务责任拆架 保障 伦理里面这四个 然后中立 然后结社 那当然结社跟申迁这两个 基本上题目是很少的 结社跟申迁是比较少 因为申迁会附随在任用 那结社会附随在服务里面 但你不能说他少你就不念 因为万一考出来 而且是考一题 那就完蛋 所以我们都把它 含过在这里面 好 下面这些全部都是理论层面 叫公共能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层面 那这些理论层面 你们都不会考 都不会考 但是我会在学理的部分的时候 每一章节都会有少部分的一些学理 我会稍微带一下 那这些都是你们行政学 会念到的 会念到的一些范围 那这个部分的话 大概譬如说举例来讲 人才规划 整个考试的制度在人才规划也是很重要 因为其实到底讲 人才规划跟原额管理 应该放在考试这个阶段 为什么 因为所谓的原额管理 就是机关一定会有精减 就像你们的正风单位一样 一样在正风处里面 一样会有精减原额 那这个精减原额就是一个原额管理 然后你们到底要规划什么样的人才 也就是说譬如说 我记得以前我监过正风的人士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在民国95年的时候 95年开始还是94年的时候 那时候律师就开始走下坡了 也就是说很多的律师就干脆搞正风 因为律师找不到工作 也就是说他的不再像之前那么吃香了 大概民国94 95以后 所以我发觉好多是律师去当正风人员 他宁愿在里面当正风人员 也不愿意外面去当律师 很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是这个对正风是有好处 为什么 因为考过律师的他的法治背景 原则上是还算很强的一个部分 所以对正风整体的一个什么 核心职能的部分是有强化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优势 那时候也建议那个时候的处长 如果这样的一个部分 他又有这个证照 那是不是可以更重用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公务体系里面 往往证照跟什么 跟我们的任用升迁是脱钩的 这很可惜 非常可惜 比如说法治人员他有律师证照 对他的奉纪有没有增加 对他的升迁有没有增加 没有 都没有 或者学校的辅导老师 他有心理师证照 对他的升迁 对他的奉纪有没有改变 都没有 这个是未来应该要去思索 这样的一些议题 还不知道组织发展 生涯管理 基地管理 所谓的技巧管理 任何管理 这些区块 全部我们在课堂上 大致上会跟大家聊到 好 这就是我们公务人员的降纲 然后里面的一些法律里面 我刚刚提到过 服务跟惩戒 都是公务员 还有一个年证伦理规范 是行政命令 是公务员 这三个是公务员以外 其余全部通通都是公务人员 你千万不要忘记 还有两个是公职人员 这两个 那公职人员跟公务人员之间的 一个界线 基本上是不能吻合在一起 因为公职人员 基本上你也不能说哪一个比较大 他的界线 基本上都要看他们的定义 但公务员一定是最大 公务员他的一个范畴里面 基本上他是盘盖了公务人员 跟公职人员 那这个部分的话 从最广义的 不管是用服务法 或者是国陪 或者是刑法 这个概念上都是比较完整的 这是我们要讲 好 经过这样的一个太阳以后 总是要输出 总是要输出 所以我们输出面的部分 其实有一些拉力 那这些拉力 我们就设计了退辅制度 那刚好去年的退辅制度 做了很大幅度的一些改变 那你知道为什么今年 你看今年的考生 大概又降到将近快9万多吗 少子化是一个趋势 那依据考选部的一个想法 他们大概认为 大概117 大概100 今年108 10年内可能会降到7万左右 因为少子化的影响 那至于因为年改的关系 不考公务人员 这个太阳是趋缓了 为什么 因为要课就课嘛 对不对 因为你也大概知道年改的方向 是这样子 所以你会来考的 那当然表示说 你还是接受这样的一个制度 接受这样的制度 所以这个部分它是一个拉力 这个拉力是说 我要不要提早退 好 那这就是退辅迷面的一个设计 那如果以现在这样的一个 在退辅设计的话 提早退的 的理由不大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设计 就这样在座各位 你们现在如果 早一点考上是比较好 因为试用这个制度 会比你112年 以后试用新的制度 我敢说一定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还是属于雏金 还是属于所谓的确定给付 那将来112年另立制度 那因为在我们退辅法里面有规定 112年以后的新进人员 就另外另一个法 那个一定是确定提拨 所以那个时候的提拨率一定会更高 所以当然 这个是有一定的一个设计 不过以现在这样的一个 退辅的一个制度来看的话 要提早退几乎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它的设计就是说 基本上你如果没有买年支加加上 现在大概已经进展到90或95了 年支加上年龄 所以基本上都一定要65岁 都一定要65才可以领月退 否则除了你有第二春 你不想领月退 那你就早早走人 所以目前的太阳是这样 那我们的保险制度 目前还没有年金化 还没有年金化 因为年金只有 现在只有在私校 私立学校已经年金化了 公校跟公务人员 现在还没有年金化 但未来一定会年金 会年金化 简直说以后你的两笔钱 一个退休金 一个月退 一个公保的月年金 你会有这两笔 这就是我们的年金制度 这是年金制度 这个当然你们都不会考 但我只是这样讲 就是说 这是整个公务人员制度 这样才叫做真正的公务人员制度 所以真正的公务员法是 这边所有的法 涉及的法 全部就叫做公务员法 那我们只是部分的 我们把这些部分拉出来 那认为是跟我们的正风单位 是比较关联性的 那我们先把它首读完了以后 也当作是你们的核心职能 将来 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那首长问到 人事单位签一个签 他就加一个签 会办这个正风单位 是因为你们这些法条 你们也应该都在懂 尤其是中立 尤其是伦理的部分 伦理的部分 由你们本身应该要去做的 就是所谓的财报跟利充 这都是你们本职业务 所以预防科里面 几乎都是在办财报的 都是在办财报的一个业务 所以这个大概是正风人员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范畴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结构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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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